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 全脑的研究要到了功能层面 这个是非常漫长的事情 可能到本世纪都做不完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老科学是我们本世纪的最终的前沿 我们知道灵长类它的大脑是很大的 然后有分成不同的脑区 那这些不同的脑区它是会负责不同的复杂功能的实现的 那么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 然后来实现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高通量的 角入组数据的一个绘制的 然后那么我们的这项研究就首次实现了整个猕猴 就是全部皮层各个脑区 143个脑区它的全部的精英表达 以及对于它的细胞类型的这样一个绘制的实现 本次的这个研究呢 然后我们也产生了目前世界上最为完整的 猕猴大脑皮层的一个细胞和精英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这些呢我们也已经做成了一个在线的网站 然后来方便全球的科学家来共享和使用 各种类型单细胞的鉴定是研究结构图谱跟功能图谱的必要条件 我们有了细胞类型之后我们能够标记它 然后追踪它的连接 所以才能够真正完成各类细胞之间的连接图谱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第三类图谱就是功能图谱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连接图谱之后 这些连接产生了什么功能 这就是要就研究动态的功能了 所以将来这个计划是源源不断的 我们就像这个学院长说的只是开端 一个方向就是刚才说的人脑和相关的研究 因为我刚才说我们最终还是要做脑疾病 比如说二次寒默病 抑郁症 阿尼森病 这样的疾病现在是急需知道它是有了一些好的靶点 这个原创建靶点是一个国家在生物医药领域 是不是占有领先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要去团队公关的 第二个方向就是了解我们脑是怎么样产生 要了解脑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演化 这个演化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领域我认为是对未来我们了解脑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作用 可以说是对于理解我们智能的怎么产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前期其实已经做了很多 关于猴的单细胞测序的一些实验 在华大发布了相关一些空间转路组新的技术之后 我们是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大家合作的机会 能够利用新的技术或者自主研发的这种Strosic的方法 能够帮我们去更加深度地解析猴脑图谱 空间转路组还有这种大尺寸的一个分析 相当于我们在全球和国内也是首例 空间组学的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在红脑里面是世界上最领先的一个技术 然后它的主要特点是世界特别大 然后它的分辨率特别高 这样就造成数据量非常大 在这么大的数据量说下面 实际上传统的一些数据分析方法上是不能够很好的分析这个数据 意思说我们实际上就是需要就是更先进的一些AI的一些算法 这样才能比较有效地分析这样的一个数据 AI Lab实际上在这边做的主要就是两方面工作 一个就是定位细胞 另外一个是把细胞给描述出来 主要也是利用我们在那个图像分析 以及基因数据分析上的一些前期的积累 这样就做了 主要是用不知的 要运动的手机 要运动的方法 需要转折 此机 由于讨论